嗨 大家好 我是比特比特比的豬 今天要來開箱 B203 究極合體改造組DX4 恭喜超王雙主角赫里歐跟赫波隆 進化成BU系統了 重點是還可以合體 旁邊的神威貝利亞也有進化喔 還有附贈一個加強版發射器 包裝比B191大了一個角 背面有零件的日文介紹 但是都看不懂 別擔心 比特豬待會都會一一講解 接著來感謝FUNBUS贊助播出 開箱 全部的內容物有這些東西 下次的新商品即將在10月22來臨 只有一個新零件不用太期待 B203超赫波隆 後面的英文字MR省略 高模式的戰甲沒有附贈貼紙 歷代赫波隆來到了第三代 重量有變重 身高差不多 核心一樣維持側連 最新的頭盔還插了三顆隕石 超級Fashion 重點是把張刃的機關取消 變成一半金屬一半橡膠 接著來細部分解 先看賀伯隆核心 拆開後才發現外城有太陽的紋路 真帥 可惜三代賀伯隆的核心變成沒有鐵 只剩塑膠 還好血量沒有被縮水 都是推到第四格才會爆裂 而且還有新增兩個BU鎖喔 搭配有BU鎖的鐵 可以增加一點點緊實度 來欣賞一下賀伯隆的變裝秀 只能組裝在右迴旋的DBU戰刃 重量的表現待會再看 接著換超戰刃 請看這裡有些LR 代表它可以對應左右迴旋的核心 可是一邊金屬一邊橡膠 兩邊的重量有平均嗎 拆開來量就知道 結果差距不大 只有0.2克左右而已 重點是買兩盒B203 就可以組成雙金屬跟雙橡膠 三種模式隨你挑 來欣賞一下超的變裝秀 先看右迴旋 還有左迴旋 左右迴旋的核心都通用真香 可惜搭配的戰甲2跟TP鐵 都是舊商品 還好軸心是給新的XP 跟一代賀伯隆的核心XC走一樣都可轉 底部也都有橡膠 可是造型跟厚度不一樣 但是XP走沒有動 無法擴充X跟Z零件 XP走的軌跡表現 基本盤的平色跟斜色 都很容易爆爪衝突戒 持久力的表現都大約50秒左右 換GV盤的平色跟斜色 空間比較大 平色跟斜色不容易出界了 持久力的表現也變得比較好 大約1分鐘左右 緊實度的表現還不錯 我給8分 接著換BOT203 王赫里歐 後面的英文字MR也是省略 高模式的戰甲依舊沒有貼紙 赫里歐也來到了第三代 重量也變重 身高也是差不多 核心依舊維持側連 頭盔也有新增3顆陨石 戰刃也是取消器官變成一半橡膠一半金屬 跟滴滴赫波龍的構造剛好相反 但是有些細節不一樣 待會再講解 先看 赫里歐核心 格格赫里歐是藍色太陽 滴滴赫波龍是紅色太陽 可惜這些太陽跟陨石都是塑膠跟貼紙 赫里歐的血量也是沒有被收水 都是推到第四格才會爆裂 旁邊也有新增兩顆BU鎖 三代赫里歐核心也是變成沒有鐵 只剩塑膠 來欣賞一下赫里歐的變裝袖 只能組裝在左迴旋的DBU戰刃 重量的表現待會就出現了 接著看 王戰刃 他也有LR的標誌 所以兩兄弟的戰刃 左右迴旋核心都可以裝 一樣可以拆開來兩體重 差距也是0.2克左右而已 買兩盒B203也能組裝成這三種模式 來欣賞一下王的變裝袖 這是左迴旋 也可以給右迴旋的核心組裝 可惜搭配的戰甲石跟GG鐵都是舊商品 還好軸心也是給新的ZL 跟一代赫里歐的利安軸一樣都可以轉 底部卻有重大的改變 從塑膠小三丘變成超凸橡膠 轉盤也是沒有動 無法擴充X跟Z零件 ZL軸的軌跡表現 基本盤的平色跟鞋色都會很快地衝到中心點 持久力的表現也很不錯 大約都在1分20秒左右 換DP盤的平色跟鞋色 都會先跑到旁邊再慢慢地回到中心點 持久力的表現也有進步 大約1分30秒左右 緊實度的表現比賀波隆還緊 我給9分 接著換本片重點 救急合體 以前在超王只能在動畫中使出合體招式 到了BU發現竟然沒有動畫 只好不講武德改成那陀螺合體 變成雙金屬的超王赫里歐 跟雙橡膠的超王赫波隆 左右迴旋還可以隨你換 但是雙橡膠的部分有些許的差異 超的橡膠把側面的塑膠包得滿滿滿 網的橡膠在尾端都有露出一點點的塑膠 再加上它是火焰的造型 所以會造成左右迴旋的打點不一樣 變成雙金屬的模式也是同樣的效果 接著來欣賞雙橡膠的變裝袖 這是右迴旋 還有左迴旋也欣賞一下 接著看雙金屬的變裝袖 一樣先看右迴旋 還有左迴旋也要欣賞一下 對了 這次的合體構造是 阿波羅跟阿提密斯的強化版 因為以前的合體結構有限制要哪一邊才能結合 剩下的兩個零件組不起來 只能當飛鏢色 還好這次的設計很貼心 沒有零件被排擠的問題 重點是還可以組合出10種模式 再搭配雙腿旋的結構 組合出超兇的利刃 讓對手嚇到抖抖抖 接著換BOT203神威貝利亞 歷代貝利亞核心來到了第三代 每一代的臉都有明顯的變化 重點是三代有繼承二代的防爆機關 還有二代一色版才有的BU鎖 可是三代的此格卻有重大的改變 還好是被濃縮成又寬又大的兩尺 如果搭配戰甲二在組裝原色的神威 就可以變成真神威貝利亞 恭喜一到三代貝利亞終於湊齊了 來欣賞一下歷代貝利亞的完美模式 還有貝利亞三代的變裝袖 只能組裝在又迴旋的DBU戰刃 可惜今天三位的新核心 重量都很普通 但是超跟王的重量表現非常好 都有超過15克 對了原裝搭配的金色神威 只是普通異色版 沒有新增什麼東西 接著換新戰甲H技亞 欸 怎麼會是兩個零件呢 因為它是代表超王的招日兄弟之力 仔細看合體後的超王 會發現這裡的貼紙合起來剛好寫H 官方的設計正是有創意 而且它是來取代神槍之力 重點是這個狀態下 它是D模式 能不能切換成高模式呢 完全沒問題 塑膠的這裡還附贈兩個防暴小三丘 效果跟君主巨神的凸點一樣 可以阻礙鐵的退格之路 加上核心還有防暴機關 這個雙重防暴真是太太太太無恥了 但是我喜歡 對了 在高模式才有這個雙重防暴效果 D模式只剩下核心一個 當你抽齊這幾盒就可以組成 立帶主角之力貝利亞 還有擠滿這幾盒就可以變成 人氣角色之力貝利亞 當你抽齊這兩顆會發現 錢包君已經哭得嘻哩嘻啦 對了 組裝時請注意兩個重點 第一 組裝步驟 先裝鐵再裝核心最後塑膠壓下去 翻到背面扣緊即可 如果先裝塑膠保證核心絕對卡關 第二重點 裝備HGear的時候 高低模式都只能使用DVU鐵 因為兩件式的結構太厚 阻擋了一般鐵的組裝之路 可惜鐵的部分有突出兩塊 剛好對應神威這兩個神秘小洞 所以HGear只能綁定神威 因為爆破跟危機沒有小洞可以插 導致被昭日兄弟的H之力放棄 搭配了零件是舊商品NX鐵 還有新商品比賽必備救急神軸BDR 它的自嗨拳超久的尾速非常驚人 而且這顆軸可是大有來頭 它是價格破萬限定300名救急神軸NBD的平民版 裡面都有霹靈 兩者最大的差異就是 珠濃版是金屬蓋子金色硬彈簧 平民版是補通蓋子補通銀彈簧 重量差了2克左右而已 剩下的通通都一樣 這個底部跟輪廓看起來好眼熟 沒錯 它就是 中末路西法低壓軸的進化版 變得更高更重更順暢 BDR的軌跡表現 基本盤的平色跟鞋色超級穩定 不會亂衝 持久力的表現相當不錯 大約都在2分鐘左右 換CP盤的平色跟鞋色 也是超級穩定的在中心點晃來晃去 然後穩穩的回到中間 大約1分20秒左右會開始搖晃 然後尾速會掙扎大約30秒 持久力的表現也是2分鐘左右 緊實度的表現 跟赫里歐差不多 我給9分 整顆陀螺的重量比較 人氣角色之神威貝利亞3是目前最重的 還有附贈一個超王主角配色的發射器 跟B191的零件一樣都有陪零 這一批的陪零有進步 順很多 至於線的長度非常看人品 祝大家都能買到超長的 目前DV發射器的顏色有這些 零件收集越多越好玩配色 接著來實測 搭配救急平民版神走的神威貝利亞 能不能打敗最新的招日兄弟 今天的比賽採用積分制 每顆輪流對打 最後看誰的積分最高者為冠軍 先從招日兄弟開始 兄弟對決誰可以先得分 哇哈 兄弟對決誰可以先得分 哇哈 赫赫 波龍好凶 2比0天牌 加油 哥哥賀里歐 很好 1比2 哥哥賀里歐還沒放棄 滴滴赫波龍 可以給他機會嗎 哇哈哈 他自己送分 2比2追平 關鍵局 最後是哥哥 最後是哥哥 被爆裂 滴滴赫波龍 獲勝 滴滴赫波龍 先來挑戰貝利亞 哇 哇 第一場竟然就同時爆裂 加油 救急神走 喲喲 先得分 加油 赫波龍 萬里擊飛他 很好 乖1比1 今天兩顆的共鳴力增強 幫他加油這得分 喲喲 賀伯龍先聽牌 難道救急神走 要被打敗了嗎 喲 跟他拚持久 喲 很好 賀伯龍這次打不出去了 持久力 應該是輕輕鬆鬆 拿下 追平 關鍵局 對 最後的勝利則是 最後的勝利則是 貝利亞 擊飛獲勝 滴滴別難過 換哥哥賀牛 來幫你報仇 一顆左迴旋 一顆右迴旋 剛好可以互相吸收 這個救急分軸 哇 直接擊飛得分 加油 賀伯龍 你是要幫弟弟報仇 把他擠出去 很好 1比1 誰可以先拿下 關鍵的一分 拼牌呢 擠飛吧 沒有了 這局比較和平 是吸收賽 救急神走 能不能輕鬆轉贏呢 沒有 沒有 是平手 這局 哇 這局硬是把貝利亞推出去 賀利歐 拼牌 賀利歐 能不能幫弟弟報仇呢 看來是沒有 貝利亞追平 關鍵局 誰可以拿下 最後的勝利 攻擊 哇哟 什麼 對 攻擊 哇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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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赫里歐先爆裂 恭喜貝利亞獲勝 結算分數 恭喜三位貝利亞打敗招運兄弟 獲得冠軍 稍等待 我們要合體挑戰你 來吧 救急合體 對上救急神軸 哪個可以先得分 幾非 沒有 都是右迴旋無法吸收 結果神軸先轉贏1比0 加油 超王赫波龍 激發 啊 什麼 賀貝利亞 停牌 不要放下 不要放下 他就爆了 恭喜三位貝利亞 輕鬆完勝 合體後怎麼輸的更慘 沒關係 我還有雙金屬模式 一樣用攻擊走來挑戰你 加油 哎唷 很好很好 好的開始 1比0 加油 合體 貝利 貝利歐 貝利歐 貝利歐是誰 加油 就算我們 那個沒有把他擠出去 哇 被反擠了 1比1 加油 超王赫利歐 哇 可惜 沒有擠飛他 看來這一場只能跟他拼吸收 結果是 平手 蝦咪 蝦咪 超王赫利歐 被爆裂 而且還有屑屑 恭喜神威貝利亞 無情打敗 救急合體的 昭日兄弟 來看一下 屑屑是誰的 不是走心的 他沒問題 也不是神威貝利亞 他沒有損壞 結果這兩個屑屑是 陀螺爆裂後去撞到 這個透明護欄 所掉裂的殘骸 陀螺本體都沒受損 好家宅 既然單打獨鬥 打不贏貝利亞 那就 恢復原樣來2打1 我先嚇 讓你們啦 唉唷 兄弟連手 唉唷 沒有把貝利亞打出去 好可惜 哇哇哇哇 格格被爆裂 剩下滴滴孤軍 奮戰竟然轉贏了 格格你的犧牲真值得 再來 上啊 哎唷 加油 這局還能不能從貝利亞手中拿下分數呢 格格還是爆裂了 弟弟再度拿下拼牌 繼續 唉唷 唉唷 跟動畫一樣 格格都是犧牲打 然後最後靠弟弟轉贏 這局弟弟自己把格格打出去 然後 轉輸了 貝利亞1比2 繼續 加油 招日兄弟 唉唷 拉下這一局就獲勝了 很好 攻擊 換弟弟再跟他打持久 然後格格爆裂 貝利亞天牌追平 關鍵局一起下 打 打 格格爆裂了 剩下最後的貝利亞跟赫里歐 跟赫里歐 竟然爆裂貝利亞獲得勝利 聯手初級天下無敵 福利時間 請問最新的赫里歐跟赫波龍是第幾代 在影片下方回答此問題 皮革豬將挑選一位得獎者 方Bus會把B203寄給你 敬請期待 B205 BU巨神